人不再出犧牲,就不會得到任何收穫 如果你不想吃炒價,就一定要付出對等的時間 這點就是波鞋文化的基本原則 等價交換 當時我開始鍾情於波鞋 深信排隊就是正價入手的真理 這裡有甚麼玩法 高… 買東西 我想都排了十三個小時 很潮流就是這樣 來到第二集的鞋子MK潮 我們就找到不同風格的水貨鞋舖 還會介紹很多漂亮的鞋款 還會在當中選幾雙雙腳 一下子打爆你們的終極炒鞋款式 到最後我就會問這班老闆一個最絕密的問題 跟完之之後… 阿楓… 是 你上來也是想我介紹一些新的東西給你看 是嗎? 是呀 好…我還要開店 不好意思 做到你了 嘩… 玩具輝你又說介紹一些鞋款給我看的 都沒有 你看到阿楓 嘩… 這隊其實是Supreme 成這個AJ5的Korsofa版本 剛剛才會出門 是非常漂亮的 買就買這個字 那這隊之外還有哪些呢? 這三隊 這三隊有什麼來頭呢? 高比10 HTM HTM 就是Like的一個特別的Line 是 騰元浩 Hiroshi Tinkerhefu 和Mark Parker 三個就一起設計這隊鞋 那有什麼那麼罕有呢? 就是出好笑而已 之前的米蘭就出了幾十多天 然後剛巧香港和全世界都有 少量回到 但是呢 就少了一套鞋帶 所以米蘭那隊就值錢一點 那如果要買的話 看香港的米蘭那隊 看香港的米蘭賺幫幫幫忙 香港那隊的話 就上來Case Project 沒錯 除了這些這麼限量的鞋盤 之後 會不會有些大眾化一點 可以讓大眾市民買得到的? 介紹一些非主流跑鞋給你 好啊 ASAS 是 這個是ASAS Korsofa 這個Foot Patrol 非常限量 我看這個款式 很少 全香港只有20隊 全香港只有20隊 大家看一下 我還以為ASASAS是出一些跑鞋 原來也有些casual wear 這些叫經典服股款 喔 經典服股款 我看到這個橙色很sharp 究竟是什麼鞋 這個叫Diadora 這個牌子 最近好像很HIT 對 你可以在馬拉松 運動家的店舖都會找到這些 不過不是米蘭意大利 這一隊就是米蘭意大利 全人手整 這隊很輕微的 今天才介紹了非主流的鞋款 我看到旁邊擺了Adidas 究竟是什麼呢 Ultra Boost Ultra Boost 喔 就是積面 經典洲全都用BOOST 沒錯 BOOST 這一隊又是超級好賣的 市面應該都沒有了 另外除了Adidas 我看到Like 他們都擺了整排 究竟是什麼呢 這隊 Findit Razor Findit Razor 這隊其實是Findit Razor的2.0版本 但是它用了Multi Color這個顏色 非常好賣 而且還要炒得非常貴 通常都是在低色水貨店 才會看到的 大家喜歡的話 不妨上來買 王巨輝行先 你有介紹了很多不同類型的Hit款 以及一些很領類非主流的鞋款式 給我看 如果我就想問多一個問題 即是一些客戶想到來 要問你分一些真假 以及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的時間 你應該怎樣去回應他們 我們打開門口做生意 難道真的買樓差嗎 更何況 我們有店舖單 我們也有來貨單 還有我們拿貨的買樓 都是雙屬的 還有我們寄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逐雙鞋查 確保沒有問題 才拿出來買 這麼窩心 逐雙鞋查 很辛苦的 當然 不要緊 辛苦一點 大家買得開心一點 但我看到嗎 辛苦一點也值得 好 來到Kings Project 我當然會選一雙鞋 給大家看 哪一副鞋 就是能夠打爆你的樓 為甚麼會打爆你的樓 換句輝這雙鞋 這雙鞋 厲害了 日本仔排了24小時以上 正價多少錢 計算美金 198元 198元 好的 那現在賺到多少錢 20千 20千 現在已經賺到20千 不知道能不能補到這份樓 但如果你不再買的話 就去到由千 丁曼 丁仔曼 圓曼 不斷飛上去 不買就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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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走走走走走 給錢 這雙鞋不是送給我的嗎 拿去 來到信我這個獨L天堂 大家猜到猜不到 原來有一間非常潮的波鞋店 而且波鞋店的主人 還是女性 現在我就帶大家一起進去看看 我介紹的那位女店主 其實已經在波鞋界有17年的經驗 在早三年前 她自立門門開設了波鞋潮店 嗨 阿Wing 嗨 鳳 有甚麼幫到你 來找你 當然想介紹一些靈異的鞋款 給一些女士的店知道 不要那麼多廢話 跟我出來看看 好啊 阿Wing 剛才你想介紹的鞋款 究竟在哪裏呢 就是這裏 喔 這雙是Jordan 對 這雙是Jordan 這雙是Jordan第七代 第七代 為何七代會這麼好賣呢 顏色比較多 也舒服 好穿 我自己也穿著 是呀 如果七代我看到有深色和淺色的 究竟哪一隻顏色會比較好賣呢 通常女生 如果是女女的話 就橫紅色這個款式 就會好賣 也更多人選擇 就是這個 例如冬天的就是這個 阿Wing 除了Jordan之外 看來好像想介紹這個鞋款 是呀 想介紹這個款式 是VBOT 這個鞋款挺像Bone Fairy 是呀 因為本身比較修身 輕身 很適合女女穿 大家聽到了 02比較適合 01不適合 01適合甚麼 你一套付錢 是嗎 你說是嗎 是的 Wing 現在外面坊間有很多真鞋 假鞋 即是不同類型的 譬如廠貨 甚麼都會出現 那為甚麼你要堅持賣 堅飾的球鞋呢 幫我在這行多年 見盡了很多貪圖派錢 賣假鞋的行家 通常都消失在這個球鞋界 難道你想我消失嗎 對 所以說賣堅射球鞋 留得住 賣樓四 靠我不等著的 阿Wing 甚麼時候跟阿威迫過我呢 說這些 我先做事 喂 那我來到這間球鞋賤店 我就選了這款鞋 作為大家打爆你份量的鞋款 那這款鞋是甚麼呢 這款就是 Adidas Easyboot 350 原價是2000元 現在特惠價是20元 是20元 真的可以一夜打爆你的份量的 現在我不說那麼多了 拜拜 下次見 喂 混蛋 放下這雙鞋 對呀 不好意思 拜拜 跟兩位老闆吹完水之後 我就去到近期 由細鋪變大鋪 還要變得有型有格的 Search Stickers 只是展示出來的顯示器 已經有幾百雙鞋 不買都可以看 咦咦 還差一樣 又來到一對 打爆你份量的環節 我來到Search Stickers 我就介紹這款鞋給大家 這款是Supreme Nakey Air 4Pose 1的特別款 而Nakey Air 4Pose 1 正價是賣丁芬油油的 現在這一對是賣 也有油油油 也有油油 差不多成分鈴 非常貴 絕對有能力 打爆你份量之餘 還要打爆你賣的荷包 真是貴到嘔 拜拜 今集最後一集 我就去了CakeStream 剛開的新店 發掘一下 看看有甚麼好東西 其中原來做了一個 特大的玻璃櫃 放下老闆的鬼罕珍藏 去開玻璃街的朋友 順便上去朝聖一下 也事常識吧 又來到一對 打爆你份量的環節 為何會介紹這對 為何會介紹這對 這個量少 還有它是2011年 差不多最貴的 即是唐貨的鞋 已經是2011年了 其實這對鞋 普通版的正價是賣丁芬油油的 現在的價錢已經炒到丁仔萬 丁仔萬 究竟有甚麼特別的原因 是否這麼貴 為何 因為這幾年 中國市場 方普斯是炒得很貴的 尤其是量 技術的東西 以及Cossova 這些東西 或者它用了太空的元素 Galaxy 和夜光的底 變成內地市場炒得很貴的 因為它最大的市場 絕對 我也沒看過這個鞋 也很少見到是加油可以賣 絕對有權 打爆你的份量 坐在我旁邊 不是一位普通人物 是一個神級的鞋款 這對鞋叫做LIKI AIRMAG 在剛剛2015年 它重新復刻再出過 它有些自動的功能 而這一款是2011年的鞋款 那時候也是拍賣形式去做 市面上是非常罕有的 說到2011年 都未回到過去 所以那時候 AirMAG這鞋 是用火牛去充電的 就不是用現在的可能的USB 去充電的 大家千萬不誤會 這一款鞋 在市面 剛剛據悉店主告訴我 就已經去到油千美元 油千美元相約 五萬來六萬元 對於副二代 副三代、四代 對港完全沒有問題 對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鞋型是非常漂亮的 我包你醉完之後 不能回頭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進入真身 就可以有空上來 Kickstream看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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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